台中有一位通气犯日前遭到警方的盘查 他心虚躲进了香蕉园 没有想到被四名刚打完棒球的学生撞见 紧名合作一举将人逮捕 嫌犯光着上身躲在了香蕉园里 还以香蕉叶来盖住自己躲避茶器 他身被六条炸气案被警方盘查 拔腿狂奔 前后跑了三公里还跑到鞋子都掉了 正下有大学生经过看见警匪追逐 拿着球棒就加入了追捕的行列 还帮忙地毯式的搜寻 最后终于找到了这一名嫌犯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倾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您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